我最近在网路上看到一张图非常有感觉 这张图呢是两个人站在对面 他们分别在一个阿拉伯数字的两端 一个人坚持说他看到的是6 但另外一个人坚持他看到的是9 这张图我想当你看到了之后 你都会知道它指的意思是什么 但它却让我回想到 我自己在真实的教学经验当中 遇到了一些朋友 有一些学生呢他进教室 他只要听到或者是谈到 一些跟自己经验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反味的反应 比如说不认同 甚至于他会针对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来跟我进行很多的辩论 即使我们学任何东西 不是为了去分辨对或错 更不是要推翻以前的经验 认为现在的经验才是对的 学习它是为了拓展我们的视野 建立不同的反应模式 在面对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像这张图一样 即使你要说它是6还是你要说它是9 基本上都是对的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看到它在不同的角度底下 而产生出来的不同诠释 所以当我进行教学工作的时候 我也不是为了垫高自己是一个老师的位置 反过来说当你进教室学习的时候 你更不是来找一个人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就失去了学习的意义不是吗 其实我们学任何东西就像这张图一样 我们是要学会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同样一件事情 发展更大的可能性 所以这让我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要学习 你就尽量的朝向自己不习惯 但却有用的方向去做学习 第二个 当你有意识的朝向相反边做学习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会像一句话说的一样 在瞎子的世界里面 独眼龙会变成国王 没有任何人能够贯通所有的知识 得到所有的智慧 关键就在于 你能不能看到别人没看到的观点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请在这影片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实我经常分享一句话 叫一个人的命运是回应力的总和 当我们看到 有人对同样一件事情有不同观点的时候 你的回应是什么 你的回应会决定 你是不是能有机会拓展你的视野 但是你的回应同时也决定了 别人可能就不会再告诉你 同样一件事情的其他可能性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 看到更不一样的风景 我想第一步就是在于 我们怎么回应别人的讯息 所以回应力的学习能够帮助你 透过不同的反应模式 创造不同的命运 拓展生命更大的可能性 关于人际回应力的课程 在5月12号开课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网站上面都搜寻得到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